至於尾關,星期四第五場 斯亞拉對柏拉拉 這場球比較簡單 我選擇半場主角的主勝 1.73倍 為何這樣選擇呢? 道理是非常簡單 你去看看,柏拉拉拉已經是鎖定降班 這隊排20位,他怎樣得分都沒有意思 但第10位,斯亞拉的第14位仍然一次搶 斯亞拉在10場賽事上 尤其是這攻擊指援根赫至第六場 是⋅ terce手之竟,那為 Patri慕 戰績的額到扎拉拉拉 在參加10場賽事看得剛才8場 其餘9場划算可以馬來ред 即分榜一種形勢 他形勢很明朗,所以就在這隊柏拉納 督定鋼斑,22分 但施阿拉就14位 35輪賽事拿著39分 其實剛才的情況一樣 其實他來過第17位,也是多2分而已 難得對著這隊柏拉納 基本上就是希望盡快有個入球 再拿到現梳球,穩定拿3分之後 他升上42分,其實對他流級的作用非常大 所以進取少少買他半場的主角獲,主勝1.73倍 我們看看三川四如何購買 選擇三川四,50元條的 總額是200元 頭關星期四第一場的 艾斯基斯道拿的讓球本平手本 購買主隊的,1.96 第二關就是星期四第三場 華斯高對聖保羅 讓球的也是平手本 也是購買主隊的,1.88 尾關星期四第五場 斯阿拉對柏拉納 購買半場主客和 主勝1.73倍 這條三川四如果成功過關 中了三關的話 可以收回835.1 正培補也不錯,有635.1 希望星期四這條三川四 就可以幫到大家了 選擇